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大部分来自海地 移民官员说正在移最快的速度处理他们 最近几天 临时营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本周早一些时候只有几百人 当局和市政府官员表示 他们预计未来几天还会有数千人越过摩西哥和德尔里约热内卢之间 其脚踝深的河流 边境巡逻队表示 将向该地区派遣更多人手 以立即解决目前移民遭遇的问题 并促进安全 人道和有序的进程 边境巡逻队说 桥下的阴凉处是为了移民等待被勾留时防止高温相关疾病造成的伤害 那么报道还有写道 政府还在计划一些移民空运道没有像德尔里约热内卢那样激增的其他边境地区 返回海地的航班也将在周一开始 拜登政府希望这样能向其他海地人发出信号 他们不应该试图非法越过南部边境 那么看完这个报道之后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美国的网友有哪些想法 有点令人沮丧的是 上万人可以自由地进入 与此同时 由于不科学的防疫边境封锁 我的杰克未婚妻已经近两年不能自由飞往美国了 还有这位网友写的 理解这种挫折感 但这些人是绝望的人 他们需要帮助的 还有这两位网友写的 我们欢迎每个寻求更好生活的人 就像所有从欧洲来的移民一样 下面就有网友回复 那样的话 我们可以送一些到你的家 还有这几位网友写的 我会说 我们的工作怎么办 但我知道我的工作需要员工 一位一半的美国人仍然不愿意回去工作 让他们进来 让他们工作 最好还有这位网友写的 这是可悲的 但我希望他们正在发布口罩和疫苗 那么关于美国南部边境的情况 我就看到了CNN的官方推特有一个新闻的更新 他有写道 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 Greg Abbott 表示 由于移民激增 他已表示德克萨斯州公共安全部和德克萨斯国民警卫队 关闭美墨边境的六个入境点 那么这时候我就想问问美国热搜的观众 你们认为美国南部边境现在的情况 应该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解决比较好和为什么 可以在评论里 我们分享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看看美国推特上的热题 那么今天打开美国的推特 我就看到它最高的一个位置 就在这个热题排行的第二位 是什么呢 就是Constitution Day 宪法日 是一个联邦节日 用来纪念1787年美国国企通过美国宪法 那我就看到了History.com的官方推特有写道 美利建和中国宪法是有出席1787年的 历史上的这一天 制宪大会的41名代表中的38名代表签署的 然后hashtag宪法日 那么除了History.com的这份推文 我也是看到AP美联社的官方推特 分享了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新闻 它的官方推特就有写道 素负比拍卖行将拍卖一份罕见的美国宪法副本 这是为宪法大会和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制作的官方出版 仅存11份之一啊 才11份 那么美联社的报道还有写道 它将与大约80份宪法和相关文件一起拍卖 有这座历史悠久的拍卖公司执行拍卖 宪法的副本在素负比的约克大道画廊公开展出 展期至9月19日 然后前往洛杉矶 芝加哥和达拉斯 然后在今年的秋天返回纽约 这是基辅第二次处理这份罕见的文件 它主持拍卖了它 当时它只卖了16.5万美元 那么这次到底能拍卖多少钱呢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看看推特上面的热题 那么今天我也是看到了许多网友在讨论 纽约时报的一份报道啊 我就看到他们的官方推特有写到 特朗普政府任命的审查俄罗斯调查的特别顾问 约翰·达勒姆·John Durham 将要求搭配审团 起诉著名网络安全律师 迈克尔·苏斯曼 指控他向联邦调查局FBI做虚假陈述 那还是老样子 我就为大家进一步的了解了 纽约时报的这份报道 他还有写道 知情人士称 特朗普政府任命的负责审查俄罗斯调查的特别顾问 约翰·达勒姆·John H. Durham 告诉司法部 他将要求搭配审团 起诉一名知名的网络安全律师 指控他向FBI做虚假陈述 对这名律师 前联邦检察官 破金次科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迈克尔·苏斯曼的任何起诉 都可能引起政治上的极大关注 苏斯曼曾经代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处理2016年俄罗斯黑客攻击企服务器的相关问题 长期以来 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 一直指责民主党和破金次科医 试图制造特朗普与俄罗斯的不正常关系 破金次科医的政治法团体 是一个独立于苏斯曼的部门 代表民主党和希拉里克林顿 Hillary Clinton的精选团队 针对苏斯曼的案件集中在一个问题上 即他在2016年9月 向联邦调查局FBI传达 对特朗普和俄罗斯的某些怀疑时 他的客户是谁 还调查了苏斯曼是否秘密为克林顿精选团队工作 他否认了这一点 对苏斯曼的指控 集中在他9月9日的一次会议上 据知情人士透露 2016年9月19日 与时任FBI首席律师的詹姆斯·A贝克 James A. Baker在一起 他要求匿名 由于这类案件有5年的诉讼时效 达勒姆的最后期限是本周末 他必须从那一天起 对这一活动提起诉讼 那么了解完了纽约时报的这份报道 我们就看看美国的网友们 看完了之后有哪些想法 就看到了这几位网友写的 说到联邦调查局 纽约时报关于未成年奥运会运动员 向联邦调查局报告持续性侵的报道在哪里 他们不仅什么都没做 还伪造了自己的文件 还有这位网友写的 但联邦调查局可以为了个人利益欺骗调查 伪造报告和证人陈述 以及没什么 所以这两位网友都在提我们昨天刚分享的 那个新闻关于奥运会运动员 和联邦调查局FBI的事情 我们就继续看看网友们的评论 就是这样 两年多的胡说八道的调查 就这样 最后有网友评论 看来就是这样 那么这时候我去问问美国的SoDative的观众 你们看完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之后呢 有哪些想法和看法 可以在评论里和我们分享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看看 推特上面的热题 今天打开美国的推特 你就会看到 iPhone 13 Max和Apple Card 就是苹果的信用卡 都成为了热题 那是什么原因呢 我就看到了CVC的官方推特有写到 苹果卡用户在订购iPhone 13时 遇到了问题 那我就为大家进一步的了解了 CVC的这一份报道 它还有写到 苹果新的iPhone 13、iPhone 13系列 于周五上午8点开始接受预订 但自那以后 购物者报告说 试图使用苹果卡 购买新的手机遇到了困难 有足够多的客户遇到了麻烦 以至于它很快就成为了 Twitter推特上的热门话题之一 Apple Credit Card 苹果卡于2019年推出 当你买苹果产品时 人们可以得到高达3%的反现 这一位置苹果卡大多数 是由苹果的粉丝们来使用的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试图预定 因为iPhone 13、iPhone 13 会在下周上市 那么CNBC的报道还有写到 如果购者使用另一种信用卡 他们仍然可以购买新的iPhone 但奇怪的是 苹果自己的支付选项 在今年最重要的发布日 不起作用 有时系统会超载 并很快得到纠正 但在新款iPhone上市 一个半小时后 这个问题似乎仍然存在 那么在最后写到 记者无法立即联系到 苹果发言人直评 那么美国网络上的 那么多苹果的甜粉 还有讨厌苹果的人 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之后 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和想法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评论 有这位网友写的 等等 这太尴尬了 下面就有网友回复 这是非常尴尬的 就像所有其他的信用卡 除了他们自己的以外 都能用 我认为这更多的 与高盛有关 它是苹果卡背后的 金融机构 不管是哪种情况 这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最后还有这位网友写的 first world problems 这很反而塞 那么除了看到一些 网友们在分享 他们订购成功 还是没有成功以外 我也是看到了 许多美国的网友 在拿这个新的手机 来开玩笑 说他们看不出来 这个iPhone 12 和iPhone 13 有没有什么区别的 那这时候我先问我 美国热搜DF的观众 你们是打算升级 买最新版的这个iPhone吗 和为什么 可以在评论里来告诉我们 那么在今年的最最后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有关上的好玩的视频 今天我们又要跟我们的 这位伟大发明播主见面了 他就发明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但这个标题写的是 This golf putter can never break 就是这根高尔夫球推竿 永远不会拆断的 我一起来看看 但是你这个打球的时候 要是没有劲的话 发脾气的时候 再也不用担心 你会把这里给弄坏的 假如没有成功的话 然后可以立刻把它合到一起 继续使用 那么看完这个油管视频之后 我们这一期 美国热搜DF就要结束了 感谢你观看我今天的视频 要是你喜欢的话 那就给我们点赞 还有呢 要是你有哪些有趣的热门的话题 想看我们一起来探索的话 可以在评论里来告诉我们 and we will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